中文字幕——YK 另一说是贡博和夺权执政的时期 该段时期从国人暴动后 周立王逃离搞惊起至周宣王登位 约为前841年至前828年的14年期间 从周召共和开始 中国历史出现明确的纪念 第十一代周宣王晋 前827年到前782年 四十六载周宣王 约前862年到前782年 即兴周氏明镜一座镜 西周第十一代天子周立王之子 在位四十六年周宣王继位后 政治上任用赵木公、尹吉府、仲山府、成伯修父 国文公、申伯、韩侯、贤妇、仁书 张仲一帮贤臣辅佐朝政 军事上集注诸侯之力 任用南仲、赵木公、尹吉府 方叔陆续讨伐、贤允、西荣、淮夷、徐国和楚国 使西周的国力得到短将恢复 史称宣王忠兴 周宣王晚年对外用兵接连受挫 尤其在千亩之战大败于江戎 南国之师全军覆没 加之独断专行 不敬中严、滥杀大臣 宣王忠兴碎成昙花一现 也为西周在周幽王时期的灭亡埋下了伏笔 第十二代 周幽王功列 前781年到前771年 十一载周幽王 前795年到前771年 姬姓周氏 明宫灭 史记作公生 周宣王之子 西周第十二代君王 也是西周的王国之君 自前782年至前771年间在位 共11年 是幽 东周 前770年至前256年 擅自称帝 周邪王虞臣 前771年到前750年 21年 邪王 到前750年 清华俭系年 作邪惠王 惠王 姬姓 明虞臣 一作于西周王 约为西周末年 及东周初年人 周幽王之地 21年 金文侯杀邪王 周氏归一 第一代 周平王已旧 前770年到前720年 51年 周平王 前781年到前720年 姓姬 明依旧 东周第一位天子 周幽王之子 母身后为生侯之女 后母包四 第二代 周皇王林 前719年至前697年 23年 周皇王 到前697年 姓姬 明林 东周第二代君主 是桓 他是周平王之孙 因平王驾崩时 太子谢父早死 其作为谢父之子 得以继承天子之位 第三代 周庄王驼 前696年 至前682年 15年 周庄王 到前682年 姓姬 明驼 东周第三代国王 是庄 他是周皇王之儿 庄王三年 前694年 周公黑奸 欲杀庄王 而立庄王帝 王子克 是谢 黑奸被庄王 与辛伯所杀 克奔难艳 第四代 周西王胡奇 前681年 至前677年 五年 周黎王 到前677年 一座周西王 姓姬 明胡奇 东周第四代君主 在位五年 是号黎 黎王为周庄王长子 庄王虽偏爱 姚姬生的少子 王子颓 但未能费掌利诱 前681年 黎王即位 前679年 驱沃克晋后 驱沃武功 把晋国的宝器 献给黎王 黎王承认驱沃武功 为晋军 列为诸侯 前678年 遭禁军攻打 并杀害一亿大夫 鬼朱 执政大臣 周公继父 逃奔国国 前677年 周黎王 王崩 子惠王历 在位期间 执政为国公丑 周公继父 第五代 周惠王狼 前676年 至前652年 25年 周惠王 到前652年 姓姬 明郎 又明文 东周第五代君主 是惠 他是周黎王之子 周惠王 在前677年继位后 占用伟国的原谱 饲养野兽 伟国的人民不满 惠王二年 由五代夫作乱 立王子推为周天子 惠王奔温 郑立功 在立的收容惠王 并在惠王四年 与国国攻入周朝 协助平定 此颓之乱 惠王复辟 郑国因公 获赐于虎牢以东的地方 国国也获赐土地 周惠王晚年宠爱幼子王子代 于律为四 约正联储 竟已成此事 但此时 吉桓公称霸天下 与诸侯惠盟力挺太子 周惠王未能如愿 周惠王驾崩后 太子周襄王即位 史记周本继称 惠王在位25年 左转称 周惠王在鲁西宫七年 前653年 冬天驾崩 在位期间执政为国公丑 周公继父 宰孔 第六代 周襄王正 前651年至前619年 33年 周襄王 到前619年 姬姓 明正 东周第六代君主 是襄 襄王是周惠王之子 第七代 周景王仁臣 前618年 至公元前613年 六年 周景王 到前613年 姬姬 明仁臣 为周襄王之子 周景王在前618年 继位为东周第七代君主 当时王姬已缩小 王室财政一平如洗 无法安葬襄王 景王指得派毛伯卫向鲁国讨钱 后来鲁文公派使者送钱到都城 才安葬了襄王 景王在前613年春天去世 在位6年 由儿子周匡王继位 在位期间执政为周公月 王叔皇宫 王孙苏 第八代 周匡王班 前612年 日前607年 六年 周匡王 到前607年 姓姬 明班 中国东周第八代君主 前612年 日前607年在位 共六年 匡王是周寝王之子 前607年10月 周王班崩 是匡 其帝王子于继位 即周定王 在位期间执政为周公月 王孙苏 赵皇宫 毛伯卫 第九代 周定王于 前606年 至前586年 21年 周定王 到前586年 姓姬 明渝 中国东周第九代天子 前606年 至前586年在位 周定王 是匡王之地 定王在位21年儿祖 子夷立 为俭王 在位期间执政为王孙苏 赵皇宫 刘康宫 毛伯卫 善香宫 第十代 周俭王仪 前585年 至前572年 14年 周俭王 到前572年 姓姬 明宜 为周定王之子 在位14年 此期间进 楚 前 宋 正等国相互攻伐不止 吴国兴起 攻入楚国 几乎王储 前572年9月 周王宜病死 嗜好为俭王 在位期间执政为丹相公 刘康宫 周公储 银武功 此周灵王 丹记 第十一代 周灵王谢新 前571年 至前545年 27年 周灵王 到前545年 姓姬 明谢新 是周贤王之子 东周第十一代国王 在位27年 又学穷林中说 他出生时便有胡须 《列宪传》中记载 周灵王的长子太子姓 天性聪明 善吹声 立他为太子 不幸早逝 公元前545年11月的某天夜里 周灵王梦见太子骑着白鹤来迎接他 传位于次子王子贵 贵四日 命死 孔子在周灵王21年出生于鲁 在位期间执政为王叔陈生 活于善进宫 第十二代 周景王贵 前544年 至前520年 25年 周景王 到前520年 姓姬 明贵 中国东周君主 是浩景 为周灵王之子 周景王在位时 财政困难 连契敏都要向各国所讨 第十三代 周灵王猛 前520年 一年 周灵王 到前520年 姓姬 明猛 中国东周君主 是浩道王 为即位时称王子猛 即位后称王猛 他是周景王的儿子 景王病重时 嘱咐大夫兵梦立王子朝 景王死 国人立王子猛为王 是为道王 道王后来被王子朝杀死 第十四代 周景王盖 前519年 至前477年 44年 周景王 前六世纪 到前476年 姬姓 云盖 中国东周君主 是浩景王 他是周景王的儿子 周道王同母帝 第十五代 周元王人 前476年 至前469年 七年 周元王 到前469年 姓姬 宁人 中国东周君主 在位七年 为周景王之子 春秋五霸 战国七雄 敬请期待哦 会另外出芯片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